这个 CPEC 我们这次去参加这个会的意义 在保守党大会上把新中国联邦的旗帜 和美国的 CPEC 并列的放在那儿 进门最重要的摊位 咱们是最好位置的 也是最大的 我们所有的装饰板 所有的登具 都是世界上劳斯莱斯基的 我们战友穿的衣服是现场最帅的 最漂亮的 是最引起瞩目的 所有战友们是代表了整个时尚 现代 高端 专业 而且非常文明 就像日本的我们的投资者 他说对 CPEC 上最大的感触 就是没见过任何一个亚洲人 在这样全球高端的会上 以这样的形象 以主人的形象出现在哪里 是的 从来没有一个亚洲人 包括印度人 从来没有 再一个 他们知道我们在现场一再重复 我们不是来要钱的 他们知道我们强调不要钱这事对他们很刺激 就是过去的所谓的海外民运 中国人到哪去都是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就是要钱 就是清理海外伪民运 假民运和共产党的大外宣 这次基本上是绝对彻底的 这次整个在现场采访的人的段位跟凤凰城不是一般的差距大 巨大 咱们访问这个议员 我怎么对付共产党 我怎么让你弄 我怎么承你 脑子很清楚的都是 这些人是过去美国的战略和战术的制定者 严格讲是美国的专业的和美国国家的根基 所以这次你去的时候 你展示给人家不要人家钱这件事很大 所以说在现场 在欧洲所有政客群体里面都发现 新中国联邦很严肃的 很一本正经的 火箭般的穿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所有人都就是日本的 欧洲的都惊讶万分的 加拿大的咱下一步要上来的哥们 从头到尾 他现场有人 他说我的人到了你现场 看了你们的人跟你们的人接触 一个年轻素质高 还有一个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走上了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 而且你们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想到他在我们认为当中 中国人 包括台湾 特别像现在乌克兰 都是来要钱的 你们经济独立的搞这样政治 这是没有的 是不可思议的